可否覺得這艘船熟口熟面? 沒錯,在 12 度風味中,謝亭峰和張家輝 就是在塔斯曼尼亞坐這艘船 出海碳即捕即食的海鮮大餐 你可能會見到船長將捕回來的鮑魚 量高磅重,又要落寶 這麼認真是因為澳洲的生態保育做得很嚴謹 規定只能捕捉長過 14 尼米和重過 140 克的鮑魚 未夠清就要放回海 而且還要記錄低交給當地政府 確保維持生態平衡 整個海鮮之旅大約 8 個小時 可以說去到邊吃到邊 適合無海鮮不歡的香港人